在泰国曼谷生活每天都会接触到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 就以疫情当中来说 见到百货商场重开 有些店铺奇门如是压此云内 真是替他们的老板开心 但同样地也有些店铺 一些老牌店铺 一间执缘又一间 真是替他们的老板伤心 职员更加无辜 但恨好泰国人窮质变变质通 面对这个逆境 有些还继续挣扎求传 笑着来挣扎求传也还有 今天特意乘搭车来到曼谷距离一小时车程的地方 目的就是找一个新故事 这个故事建基于的士之上 有名的士坟墙 经常说穷则变变变通 泰国人面对逆境就懂得变通 现在我身处的地方 就是一个的士出租的地方 你会见到相当多的的士 摆在这里 据称疫情之前 因为有三千多部的士 租给司机通街寻食 疫情之中 据称现时 盛夏每天租出的的士 都不够一千部 盛夏的的士就在这里 摆在这里 而这里的的士 除了摆在这里日晒雨淋之外 还有另一个功能 就是变了的士农场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的士坟墙 但幸好老板会变通 就变成一个的士农场 何解叫的士农场呢 原因就是 你看到 很多的士的顶部 都用来种菜 没错是种菜 你没看错 把菜在车顶里种 其实有故事是这样的 话说这个车场 老板有三千多部车 在疫情当中 那些的士大佬都走了 没有人帮他租车 但他依然需要交一些车租 结果怎么办呢 他又不可以炒了员工 因为一个车场 也有相当多人帮他们 既然是这样 不如将他来种菜吧 种菜 让员工会有些东西做 有些细艺 兼且也可以种菜自己拿来吃 这也挺好 一举素得 这就叫做乐观面对 虽然对于他来说 日子都难捱 但起码木马也要继续转圈 开心有一天 不开心有一天 既然是这样 为了乐观面对 其实很多的士司机 在疫情之中 失业 没有工作 回了家都应该是很平常的事 有些已经转行 已经不再做铁迪士 不说你真是不知道 这个车场里面 其实都用了不少人手 这么多车都需要保养 要打理的 也涉及很多民职人员 而眼前看到这些女士 就正正是他们的职员 每天现在工作 就负责在这里帮手仲裁 就负责在这里 之前曾经看过一些泰国媒体 采访过这些车场 都见到现在的画面 见到一些他们的员工 在这里负责整菜 淋水 最初我以为都是设置 做给大家看的 做给大家拍 怎料今天来到 真是大开眼界 真是证明不是做出来 他们的员工 真是每天过着这些生活 做民职的 就负责整菜 淋水 不理你公司的经理也好 或者是文书也好 信差也好 总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大家有手出手 有力出力 尽情去灌溉 希望到头来人人有菜食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故事 相信只是泰国才会找得到 所谓的《Amazing Thailand》 最紧要是 窮质变变变质通 大家不介意 落手落脚去做 希望可以挨买这几个月 情况会好些 其实对老板所说 他还有一个希望 他希望过多几个月 一切情况好 司机大佬回来 游客回来 所有事情就可以回复正常地说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真是幸运 採访期间 遇到工作人员 我说 你每天在这种菜淋水 是的 老板叫下 让大家有些事 有些事要做 我说 我们个个 同心合力 齐心在那里淋水灌溉 那多久才有菜食呢 这些菜多久才够得到呢 我说大概两三个礼拜左右 我问 这样之后 那些菜你将我来怎么吃呢 他说我来做镜 或者我来做沙律 这样也好 起码可以自食其果 自食其力 这次的内容 你可能觉得千奇百趣 但其实都挺悲哀 现场这么多的士 无限中 就是说有这么多人失业 很多人失业 应该是诚意的 因为这些的士可能是两间制 早间和夜间 举例 有二千部的士的话 四千人失业 四千人失业 什么时候才会痊愈呢